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0号 星期六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984落地中国 网证让中国最后的公知消失 借利剑 担心留学生被扣上反华的帽子 习近平攻台野心 致军方遭清洗 山西盗卖数千人体 疑点重重 中共火箭空中解体 超迁卫星面临危险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正公开就网号及网证制度征求意见 未来一旦实施 10亿网民可能必须持官方发的网络身份证才能上网 名著1984中的可怕场景可能成真 最近有网民质疑 油罐车混装食用油和化工油一事 为什么没有后续了 有海外网民回复说 网络身份证不就是后续吗 这反映出民间对网证网号制度的预期 以前网民还能想方设法钻中共网管的空子 但有网证之后 中共可以一键封网 让感言网民再也不能上网 有人议论说网证是统一身份识别 会成为中国赛博化重要节点 以后找人封号掉数据都不用跨部门 一步到位 也有人注意到 最近中国出现司法警察系统警喷式网络实名举报 这种现象前所未有 网民猜测 这是网证正式实施前最后的窗口期 警察等权力系统内的人 都预感到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是网证出来前最后的窗口期 美国之音8月9号发表黄渝的专栏文章指 清华大学教授劳东彦黄玉生 发文质疑网证制度 但被禁言 劳东彦还遭遇大字报式网络攻击 这些教授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公知 黄渝这篇文章说 解封后 北京当局强化所谓封桥模式 让地方当局获得极大权限 结果一方面 社会上普通人的银行账号和设媒账号 动辄被封 另一方面 体制内公务员在微博 抖音 微信上 举报深渊 向公众求助 一时间人人都成了小白菜 中共体制或许已尽崩溃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 再推出网证制度 扑灭中国社会精英们最后一点信心 网证一旦实施 后患无穷 所有中国公民 所有在中国旅游居住的外国公民 及社会组织 都随时可能被断网 也被事实上剥夺言论权利 1984落地中国 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灾难 中共靠封锁信息维持统治 专家学者们一直呼吁美国 帮助中国人拆除中共防火墙 否则随着极权扩张 中共会输出其数字威权技术 中国国安部8月9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 警示学生与家长要留意留学中介机构 以留学为诱饵篡改学生履历 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国安部门这则讯息在中国微博广传 已造成了寒蝉效应 有家长担心孩子留学被扣上反华的帽子 背负危害国家的罪名 前中国留学生李家宝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 十几年前他就看到过 央视出现什么小心美国间谍之类 他们说的根本不存在 李家宝指出 2019年疫情之后 中共政权越不稳定越不自信 这方面的宣传就加多了 李家宝提到 他2019年留学台湾时 手续很简单 只需要学校审批后送当地台办 但之后越来越严 出发前至少被叫去开会三次 强调要按所谓共产党的规定 维护政治安全 有些中国留学生被要求写保证书 不能到台湾说些中共政府认为的反动言论 不能参加政治运动 不能参加法轮功活动 必须按时返回中国等 审批部门级别更高 手续更复杂 另外 流亡藏人刺人打瓦也提到 藏族留学生屈指可数 在接到外国学校录取通知书后 必须有强大的后台 通过重重关卡严厉审批 父母工作必须去担保 银行财务必须去做抵押 担保书上除了担保学业完成一定会返回中国之外 还包括不会和境外所谓敌对势力 媒体部门 藏人行政中央与流亡政府 海外藏人去交流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10号采访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介立健 这事应该是在做一种寒蝉效应 震慑学生群体 你回了中国来 你不要乱说别乱讲 另外 杰立健提到 中共也可能是想割留学机构的韭菜 共产党都是制造舆论 是不是为了下一步要割韭菜 要割这些尽管留学机构这些韭菜 都有可能 几年前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教育行业整队 最后发款就发款 抓捕不抓捕 去配合 那你就去做老 用这种持续自由的方式 威胁你 你给我付钱 所以说地方政府才能吃字 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这个有菜 割完你割铁户 割你企业 割完你企业的 割留学招生这些机构 希望之声记者王倩 潘翔采访报道 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洪斌教授 近日披露 在魏凤河受到习近平的信任 并委以国防部长重任之出 习近平曾经和魏凤河进行过一次谈话 谈话中 习近平讲出了他的国际战略的雄心 首先要在中共建军百年之际 也就是2027年8月1日前后 集中精力 首先要解决台湾问题 击破美国的第一岛链战略 将美国逼退到太平洋深处 近年来 中共在持续加速粮食 能源 黄金和其他战略物资的储备 而且中共拥有的大量的民用滚装船 已经可以迅速改装成 两栖作战使用的运输力量 这一切迹象都表明 习近平正在加紧准备发动台海战争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负责人冯崇义 10号对希望之声表示 面对美国从日本的北海道 一直到台湾 菲律宾 南海 这个第一岛链 对中国的封锁 中共政权和习近平正在加紧步骤 想要突破这个岛链 这是中共跟美国在军事结构性上的一种冲突 因为美国为了保持世界霸权地位 保持其对东亚地区的控制 这个第一岛链是不能放弃的 目前中共在国内的所有核武器的基地 包括核心艇的地点 全部是在美国手中一览无遗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具有全面的能力 如果要跟中共摊牌打仗 就会在第一次境内 把中共的核武器 这些发射点 是库存的核武器 一扫耳光 就是中共不会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冯崇玉进一步指出 如果中共突破第一岛链 即使美国第一次核打击 定点清除了中国陆地上的核武器发射点 库存的核武器后 那么中共在核潜艇上的核武器 将会发到美国本土 对整个美国本土造成威胁 美国将不得不对中共的核战让步 这也是中共要把美国力量 赶出西太平洋的原因之一 据原红兵披露 原来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告密揭发 魏凤和在和秦刚以及李尚福 结成中共所谓的团团伙伙之后 多次向他们提到习近平这次谈话的内容 魏凤和认为 习近平既不懂国际政治的态势 又对中国的国力缺乏全面而准确的评估 就提出要逼退美国的所谓大战略 这实在是一个半文盲的狂想曲 魏凤和还讽刺说 也只有扛200斤麻袋 走十里山路 却不懂得换奸的蟒汉 才会如此狂妄和愚蠢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主要是根据秦刚的这个 以求自保的告密 才给魏凤和加上了忠诚失捷的罪名 意思是指 魏凤和对中共党的领导核心 也就是习近平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上台后 非常重视军权和抓紧掌控军队 2023年底遭罢免的 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 9名军方将领中 有三名上将和四名中将 其中多人曾在火箭军任职 吕奥学者李元华表示 习近平大规模的整肃军队 确实与习近平的国际战略雄心有关系 共产党里边他算有理想的 甭管他这理想是狂想还是怎么样 而其他人就是贪贪的吃喝喝就完了 这是他跟那些人的区别 所以那些人在听到他这些的时候 确实也给吓着 虽然是嘲笑的 但我觉得内心更是恐惧的 共产党就爱培养那种政治狂人 就跟当年那个韩战 毛泽东要派对跟美国打仗的时候 所有政治局常委全反对 中共内部没一个人支持的 他一个人就把这事情给搞成了 那其他人其他人就吃喝喝 贪购钱就完事了 没有想嘛 那你想他有想法和这些没想法的人 那在他眼里看 这些人就是赢偶偶 就是该杀的 第一他不顺从他 不符合他 第二这些人的一天到晚的就是挣钱 毫无报复的挣他 而且你们这还政治失节 其实就是对他不忠 就是不能顺从他的意志 李元华指出 习近平的这一政治理想 对这些劳中高官来说 等于是牺牲到他头上了 他肯定也不愿意了 因为他们更知道军队的实情 他们知道打不赢 包括习近平内心也非常害怕美国 美国不管谁上台任总统 都不会允许中共强大 本台记者王霄采访报道 中国律师曝光了山西一家医药公司 非法盗卖遗体 制成生物组织材料牟利的事件 引发极大关注 中国律师易胜华8月7号发文透露 山西澳瑞医药公司跟多地殡仪馆合作 收购20至60岁意外离世的人体 这些人体会被切割 部分骨骼用来制成生物组织材料 出售给医院 经审计 2015年至2023年 此公司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 报道说 警方查封奥瑞医药公司 人体骨骼原材料 半成品18多吨 成品34,077个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对新唐人表示 盗卖尸体的这条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 而且所有这些机构 单位里面都从中分一杯羹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就是中共的这种地下的黑产业 它把人 把民众 真的是当作一种人矿 就不光是你活着的时候 是一个韭菜 它要来收割你 哪怕你死了以后 剩下的那点残肢 它都不会放过 它都觉得 这是他们可以在最后发一把财的一种材料 另外 2015年至2021年期间 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志强 事先将遗体吃解后 放入冷柜保存 出售给山西奥瑞 他共出售十几具人体骨骼原料 每去价格1万至2.2万元不等 唐靖远说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从理论上说 即便这些人体都是做器官移植所提供的 作为医生的李志强 他是没有任何权利来处置这些人体的 这些人体全部都是要归属捐献者的家属 而且李志强 他是在一种非法秘密的情况之下 私下里把这些人体全都给肢结以后 然后在冰冻分批的卖 就说明这些人体都非常可疑 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离世的 为什么没有家属来认领他的遗体 对此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表示 如果这个国家 它的法治比较健全 那么这个问题不至于演变到今天 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 践踏法治 那么使整个社会各方面 为了这个钱 连器官活摘移植都能够做出来 那么相应的 这个股质产品 医疗材料市场 它也存在一定的规模 存在一个不小的利益 那么很多人 很多机构会借入进来捞钱 8日晚些时候 中国媒体的报道基本被删除 曝光事件的律师 也遭到了北京市司法界所谓的关切 8月6号 中共发射长征6号假火箭 将18克互联网卫星送入轨道 随后 火箭在太空中解体 产生700多块碎片 变成太空垃圾 使地球轨道高流量区域的 1000多颗卫星 面临被碰撞的风险 这也是中共千番星座 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太空司令部表示 火箭解体产生一团碎片云 现在正围绕着地球飞驰 据路透社8月9号报道 美国太空追踪公司表示 碎片数量可能超过900块 这是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太空碎片事件之一 几位分析师表示 在约800公里高空形成的碎片云 将持续数年 太空追踪公司 SlingShield Aerospace 战略副总裁奥代理谢弗 告诉路透社 超过1100颗卫星 和其他太空物体 面临与中共火箭碎片相撞的风险 他谴责说 中共火箭再次出现同样问题 令人失望 这种产生碎片事件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不应该再发生了 2022年 一枚长征6号 假运载火箭 同样在太空中解体 产生了数百块碎片 西方国家认为 中共应该更有效控制 和管理废弃火箭弹体 以减少造成的碎片垃圾污染太空 大型火箭碎片 不受控制的进入大气层 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害 或生命损失 许多分析人士更担忧碰撞后的连锁反应 这次千帆星座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向美国发起挑战 一方面是要覆盖全球的网络服务 挑战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另一方面是抢占低地轨道位置和频率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